难怪黄荣反对郭福嫁杨过 你看郭福生父是谁 国境其初也不愿相信 郭福在神雕开篇惊艳亮相 金庸花费大量的笔墨说他如何肌肤圣血 如何秀丽绝伦 惹得武士兄弟烹人心动 甚至手足相残 郭福的的确确继承到了黄荣的美貌 就连一向狂傲不羁的杨过 也不敢与郭福四目相交 然而郭福要文不能要武不行 实则是一个愚笨的草包 在杨过二十岁的那一年 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化解了武士兄弟为郭福争风吃醋的风波 却被郭福误会 杨过想解释 可在纯与人面前只会越描越黑 到了后来 郭福发起脾气 竟挥舞力剑硬生生地斩断了杨过一条手臂 听闻此事 郭靖飞奔而来 此时的杨过躲在暗处偷看 郭靖不断逼迫郭福伸出手臂 只要郭福一伸出手臂 郭靖就要手起剑落 扶持一声地斩落郭福的一条手臂 要不是黄荣果断出手点了郭靖的穴位 郭福还真会被郭靖搞成一位伤残人士 杨过断臂的悲剧已然发生 郭靖在斩断郭福一臂又有何用 况且此时郭香 郭破鲁尚未出世 郭福可是郭家的唯一血脉 郭靖此举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反观黄荣 他却非常袒护郭福 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挤兑杨过 甚至一再反对郭福嫁给杨过 郭家和杨家早在郭孝天 杨铁心那一代就只付为婚 按照约定 郭福是要许配给杨过的 然而黄荣却死活不移 一会说郭福还小 一会嫌杨过没有上进心 黄荣莫非心里有鬼 这才强烈反对郭福嫁杨过 耐人寻味的是 很多网友结合原著里的一些设定 得出郭福的生父 极有可能是欧阳风 当然这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郭福的性格 是不是和欧阳风的狠辣有些相似 其次杨过是欧阳风的一子 郭福若嫁给杨过 福就是一件伤风败俗之事 这样一来 好像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 而且金庸取名颇有含义 他以靖康之耻 创出了郭靖 杨康的名字 又已有过改制 给杨过取了一个名字 而郭福的福和黄荣的融合在一起 为芙荣 不仅象征了黄荣郭福是母女关系 还强调了二女的美丽 不过郭福的福为何有个草字头 草是绿色 是不是在映射了郭靖的一些事 其实 郭靖起初也不愿相信 郭福并非自己所生 直到突然想到 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郭靖这才彻底死心 郭靖是一个极其单纯善良之人 他对男女之情一窍不通 只知道喜欢就是喜欢 成婚就是成婚 却搞不懂 为什么成婚之后会生小孩 原著理是这么写的 黄荣转口问道 靖哥哥 怎样才会生孩子 你知道吗 郭靖道 我知道 黄荣道 你倒说说看 郭靖道 人家结成夫妻 那就生孩子 黄荣道 这个我也知道 为什么结了夫妻就生孩子 郭靖道 那我可不知道了 荣儿 你说给我听 黄荣道 我也说不上 我问过爹爹 他说孩子是从壁窝里钻出来的 过了没多久 黄荣在华山脚下 被欧阳峰捉走 为了逼迫黄荣 吐露酒银真经里的秘密 欧阳峰将黄荣 关进了华山的一个不知名山洞里 据原著的设定来看 黄荣被欧阳峰 关了最少有半年的时间 待郭靖找到山洞之时 眼前的一幕 让郭靖震惊不已 欧阳峰连声怪笑 低声道 我瞧你教是不教 只听得黄荣惊呼一声 哎呦 接着吃的一声响 似是衣衫破裂 随后 郭靖急忙月进洞中 欧阳峰自知理亏 扬起袍袖 遮住脸 仓皇而逃 后来 郭靖和黄荣很快就结为了夫妻 二人诞下一女 取名为郭福 数年过去了 郭靖再也不是当年 那个懵懵懂懂的单纯少年 他也知道了 孩子也不是从女人的壁窝里 钻出来的 与此同时 郭靖还知道了一件事 即欧阳峰和欧阳克 不是殊职关系 而是父子关系 那是因为欧阳峰 早年和自己的大嫂狼狈为奸 这才生下了欧阳克 这个时候的郭靖才猛然醒悟 欧阳峰表面上 是一位武学宗师 实则也是一副 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 他可以和大嫂有染 也可以对黄荣染指 毕竟孤男寡女同处半年 欧阳峰岂能坐怀不乱